来看我们的团队为您精选的GC1 Plus 首先新台币的汇率真的可谓生生不息 在今天早盘的时候 外资汇入的力道十分强劲 这也带动了新台币盘中 一度触及了28.71元 升了3.1角 这也创下了超过9年的新高 所以这个时候到底该不该买美金 我们稍后会给您完整的报道 而另外呢 我们在前两周有跟您报道的 康轩文教集团董事长李万吉 他在居家检疫期间到处跑 不但把手机留在家里面 而且还蓄意隐瞒外出的次数 所以被新北市的卫生局重罚了100万 但是没有想到现在传出 康轩自行找出了这个吹哨人 而且要求他离职 不过这个消息呢 康轩方面先的解释 并没有逼迫的情绪 最后美国总统川普确诊之后 现在传出白宫的发言人麦可内尼 也确诊了武汉肺炎 而另外这个礼拜呢 有个小组大概5到6人 他们曾经在总统大选辩论的时候呢 在一个小房间里面 也替川普排列 那这个人当中呢 就有包含纽泽西州的前州长 他的名字叫做Chris Christie 那目前也传出确诊了 那5天之内已经传出了12个人确诊 让现在白宫简直成为了一个大染缸 那另外呢 今天跟你讨论到美国 还要跟你讨论有关于美台关系 另外还有美中关系 尤其在这个美国总统大选倒数的阶段 美台关系真的是可谓越来越紧密 那当然就让中国的军演是越来越频繁 所以纽约时报呢 在昨天评论 说中国以鹰派的色彩来武装民意 让领导阶层其实很难退一步 那很难退一步怎么办呢 最好继续进攻 中国在最近这几个礼拜呢 透过网络啊 跟国营的媒体来大打宣传战 那主要要来宣传什么呢 就要宣传呢 包含像是有关于中国 他们在文革另外还有什么东西 有多好这样子的一个消息内容 另外还有包含像是军事演习 他们也发动了一连串 包含像是续射弹道飞弹 派遣军机扰台 那这些动作呢 看在纽约时报的眼里都认为 中共是想跟美国画红线 那一来呢是要告诉美国说 我们其实没有在怕你的军事行动 那第二来也是要展现 习近平的鹰派态度 不过当然这些动作呢 也让南海跟台海 有所谓的军事冲突风险 那不过曾经当过外交官的袁南生 他是过去的中国外交官 他在上个月呢 在中国国际战略评论半年刊 上面就发表文章了 他警告说呢 战狼精神 其实跟中国传统文化 有些背道而驰 那而且呢 如果你持续用这种战狼精神 在这个来做国务的话 那民族还有民粹的声音越来越大 那中国在未来外交的空间 就会越来越小 所以换而言之 中国的朋友也将会越来越少 所以现在听起来呢 中国因为领导人的问题 让美方呢 在外交上面 有很多的空间可以来去操作 所以呢 美国国务卿庞佩奥 在川普确诊了的时候 他接下来呢 还是会跑到亚洲来 另外还有包含像是澳洲 要来会面很多个国家的外交部长 这当中呢 就包含像是澳洲 印度 另外还有日本 他们要来会见这些外交部长 那主要的目的呢 就是希望你刚刚看到的这些盟友呢 可以一起团结起来 要组织成一个对中国的包围网 而另外日本富士晚报也有消息说 未来呢 他们还希望能够集结包含像是英国 欧盟加拿大 那甚至于是我们台湾 这些等等的民主国家 前前后这一堆国家 希望可以把它组织成一个防守链 主要来防守中国 的确 现在在日本方面 其实已经有一些动作了 独卖新闻呢 在昨天就报导说 日本政府呢 现在也开始实施 比较严格的境外人士审查机制 尤其是在签证的申请 主要会越来越严格 原因呢 就是担心有一些尖端的技术 或者像是资讯会透过留学生 泄露到中国的手中 那所以呢 香港众志的创党党主席 罗冠聪就对此写了文章 他认为说现在科技战 从原本啊 中美两国在打而已 现在已经逐渐蔓延到了日本 那至于呢 台湾在9月28号的时候呢 其实您可能不知道 就是包含像是 多米尼加 哥斯大尼加 另外还有哥伦比亚 前前后后一共 八个拉丁美洲的国家 一共80位的政要呢 他们其实透过视讯的方式 他们签署了一个宣言 那这个宣言呢 主要是支持民主台湾 反对中国霸权的宣言 那主要是表达要对台湾的支持 那当然 这个动作 这个签署呢 当然提升了台湾在国际的能见度 但是在实际层面的帮助上面 到底台湾有没有受益 当然我们现在还要观察 不过另外一个中美角力战呢 还有联合国 这中国常驻联合国的代表张军呢 昨天在联合国的大会代表上面呢 代表俄罗斯 代表北韩等26个国家 抨击美国等等的西方国家 他们擅自发动单边强制 他们认为 这根本是侵犯人权 请不吝点赞 侵犯人权